Layu聊世紀,天天如星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象中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現在來介紹一下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騎兵單位 每減一個生物 傷害就會加一點 最高可加4攻的傷害 立陶宛人他的寶兵單位是列提斯 列提斯也可以增加傷害 而且他也可以無視敵方裝甲 進行攻擊 成本也比騎士還要便宜 所以他前期的槍矛戰術 有這個10%的移動加速的效果 可以在封建時代獲得一些軍事優勢 帶城堡時代減升穩也會比較輕鬆一點 立陶宛人他的打法 還是比較主要打騎兵跟步兵 還有這個矛兵的部分 其他東西算是堪用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中國人這個文明 中國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村民一開始會有領先3吋的優勢 但是食物是直接歸零 前期要領先對方村民收視 一定要趕快踩到50囉 去放弱 然後讓這個村民不斷村 這樣才可以獲得大概1.5 5吋的優勢 大概1吋又半吋的左右 經濟優勢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中國人是斷了18秒的秒數 那以中國玩法來說 他這個秒數是非常OK 只要在少於20秒以內 我都覺得算是蠻會玩的 那中國人呢 那中國人呢 前期的村民就是 所以體感上只會多了1吋多而已喔 並不會真的實際上 贏了3吋的感覺 那中國人呢 他的特色就是 全部都能出喔 步兵騎兵弓兵喔 都能打 但是比較可惜的東西 是他沒有遊俠喔 蛤?! 他把... 這個犀牛給射死啦 哎呀 中國開局減340 犀牛是400 哈哈 尷尬囉 那中國人呢 主要是打這個 重裝騎士 還有重裝駱駝 還有這個 強奴 中國聯運奴 還有槍兵 作為主軸戰力喔 那中國人也有大衝車喔 但是他沒有重型投石車喔 稍微弱了一些 而且沒有火炮火槍喔 所以中國人打起來後期 會有工程器 火力不足的問題喔 正面交戰來說的話 其實 也沒有到非常到 特別有優勢喔 非他單位呢 全部都沒有特殊效果 所以還是要主打一個 他前期的這一村的經濟 效果的優勢喔 去延長自己的 在戰場上的優勢喔 所以不能只打純弄的喔 打純弄的話 中國就只有這一村的優勢 加上團隊加成的這個 農田的效果 所以中國人呢 打純弄 是一個 不太明智的結果 還是要多多去跟對方交換喔 換到一些軍事喔 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兩邊喔 其實都是經濟加成並不明顯的喔 立陶宛他是每個TC加115 所以也可以算是說0加成對上0加成喔 但中國這邊加成經濟算是偏多的喔 這兩個文明比起來的話 中國人是稍微有點經濟優勢的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經濟 中國這邊贏了大概快要200多的資源 那還蠻明顯的喔 中國這邊前期多一村 資源上是稍微領先一些些 那比較可惜的是 中國這邊是少了400肉 這有點可惜喔 400肉 好 但他還是正常的升到了封建時代喔 趕快把自己的羊吃完 然後趕快把這個野味吃乾淨 升時代還是ok的 那立陶宛人這邊呢 也在趕快把這個肉吃完 信仰趕快吃 那到頭這把立陶宛喔 值得看一下 他對立陶宛有什麼不一樣的了解 那我最近發現很多 開始回過玩世紀帝國的玩家喔 對立陶宛有特別的興趣喔 剛好有這位 世紀帝國長青術 他不知道幾歲喔 好像四五十歲以上的吧 其實我不太知道 道德真實的年底是多少喔 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會打世紀帝國了 他對於這種新文明喔 決定版才我的文明喔 應該也是有不一樣的見解喔 好 來補下一個世紀跟兵工場 中夥這邊呢是補下了軍儀 但沒有決定要轉兩個方向 這裡 想要出弓箭手嗎 還是要打一個馬舅呢 這邊還是先撒農田喔 這個是個細節喔 中夥這邊先打農田 而且還有打下一機農 最後赤猴是打贏了道德 道德這邊是點下城堡時代 直接個黑跳城直沉上去 並沒有出 中國這邊意識到 哎呀 道德這邊是圍石啊 立陶宛這邊是圍石 中國這裡是完全沒有圍 下了馬舅 這裡有可能點完 這個城堡時代 會去出這個清奇兵 還是出赤猴 防止立陶宛道德這邊 上城堡時代 趕快轉移出生女去撿生物 那現在這邊有三個人在挖石頭 還是要來打這個寶兵單位 打這個列騎士 那剛剛道德這邊是賣了100石頭 所以這邊上城堡時代 會非常早 14分鐘整數 升城堡成功 哇 好早啊 14分升城堡 這是立陶宛的特殊能力 加100肉真是差蠻多的 好 那立陶宛這邊是 繼續補村民在後方 我們先入口 到10個人左右 好 這裡一級農田 沒有去再去生 原來再生二級農會斷肉 然後先補村民 那這裡要吃好 是要開3TC嗎 哎呀 真的是開3TC啊 那3TC的話 反而讓中國人 有點落入的陷阱 原來中國為了要防止立陶宛去撿生物 一定會在這邊按肉馬 然後待會升級輕騎兵 那這樣子的結果會讓中國很尷尬 按了一堆輕騎兵 結果什麼事都做不到 那道德這邊蓋完地上的TC之後 趕快挖石頭 去產出列騎士喔 所以待會寸不出來 都要去挖石頭 然後蓋一根城堡 這裡低調啊 蓋出去喔 都可以喔 但是對方工程器製造樹已經按出來了 好 中國這裡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喔哇 到的4TC開農 天 這個有點 很時代的喔 是農過頭啊 好 這邊出來偵查一下 看到中國這邊在爆兵 兩隻騎士 兩隻肉嘛 應該是意思到了什麼 好 這裡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5TC 5TC OK 5TC的話就加500肉啦 所以這裡像是綠桃園的一個 小小不錯的 大福點 那對於前期加150 之前是加150來說 是少了一些特色 但是以3TC開農階段來說 道德的經濟會比原本的好上很多 剛剛開TC的時候不太會斷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道德的寸數有53吋 非常多 20分鐘 但是還是有斷村的跡象 這個農田撒得不夠多 伐木太多人在伐 總共 哇靠 這裡快要1000木頭 直接賣800木頭 缺換了500多黃金 這裡買出了一棟城堡 好 但是中國這邊的軍事有點強啊 趕快到左邊這裡 去開新的城鎮中心會更好 中國這邊也是 轉出3TC 開農了 立陶宛這邊要反擊頭車回去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或是轉出修道院 然後轉這個生日 去著想 也是OK的 這個階段來說 主機被控住 一定要轉往後面開新的城鎮中心 開始挖黃金之後 才可以去做一個 轉生旅的動作 現在黃金實在是非常缺乏 兩邊的城鎮中心都被控住 這邊頂下了三城堡 頂下了三城堡之後 城鎮中心的射程 會加三點 所以會變成九點射程 這樣就可以射得到頭石車了 就不會這樣子傻傻的 被頭石車給壓制住 這邊頭石車往後拉了一下 OK 三城堡研發好 好 六加三 沒想到三城堡 有六 哇 機殺掉了一台 偷石車 OK 中古這邊轉出修道院 難道是想要幫利潮丸 撿生物嗎 阿蘇的生物撿到這裡很危險 看要不要把這個生物撿一撿 搬回一下 家裡可能再補修道院 有有有 這裡有一個 好 但道德這邊村民術 並不是非常明顯有優勢 開了這麼多的城鎮中心 卻只領先了十隻村民 中國這邊的經濟還算不錯 閒置只有37秒 非常短 但是中國這邊打的 很好的一個細節 這邊看到3TC正常農 每一個城鎮中心 都會在加謝人口 這才是中國的優點 所以可以撿下一些木頭 去灑 撒這個農田 好 道德這邊是點下一級射 增加一下 TC的傷害 還有城堡的射程 加16點傷害 但是怎麼射還是EDC 他的防禦是7點 開始按列提斯了 雖然發現不按列提斯正不行 但是最尷尬的是 道德沒有 撿到聖物 列提斯的傷害很尷尬 十三加零 那你接觸傷害來說 還是比重裝騎士 痛上很多了 這裡先打的是村民 怎麼會被找走 這裡要硬殺 然後滴掉 OK 其實殺掉村民之後滴掉 好 中國這邊經濟也來到七七六村 對上道德的八十七村 可以再多 好 左邊中間轉錯了修道院 但是騎士第一時間上來 砍掉了生侶 那我這裡有點尷尬了 本來還是 挖黃金之後 開始轉生侶 哇 這裡有一隻列提斯叛變了 好 這隻生侶 能躲掉箭矢嗎 可以 七七色有夠歪 好 生侶出來 招 招槍 OK 招到了 這百分之百招得到 好 現在中國這邊還在想往這邊推進嘛 其實這個時候 中國就不應該繼續 搶打這個位置了 應該就趕快上城堡時代 喔 電勇時代 然後去攻擊城市中心 因為現在 你用投石車是不能打城市中心了 突然覺得立陶宛擋那個生頭 點這個三城堡 突然很有用 好 這裡有7C 立陶宛一個生物都沒有 沒有生物怎麼打呢 這個就有點意思了 這裡中國有4個生物了 好 看一下兩邊 暫時不會有大動作 好 結果有動作的是Dout Dout 這邊有一坨 列提斯開始往前 看到生侶先解掉 可以收掉一隻 快走 防火這裡很麻煩 有重裝駱駝 好 這裡翻打回去 那列提斯打重裝駱駝 其實效果並不是那種明顯 這件駝駝本身的防禦率是0 就算點了三級馬卡 也是近在防禦3點而已 好 這裡補一個三城中心 收村 先射生女 哇 這件事很多 生女會被射光 哇 躲掉了 哇 三城堡 有長青樹 這樣還是老的啦 有它自己的想法在 而且實戰上來說 也確實有用 好 到時候這邊點下地獄時代 中國這邊也是差不多時間 最後一個生物 終於搬了回去 那中國5生物 怎麼輸給日陶瓦人呢 這個 我再次想不到 它能輸的方法 好 這邊城堡我們贏得很快 我要把這個生物維持 所以他我們趕快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有機會打破城門嗎 那現在正在建造的城門 還有這個房子 防禦都是0的 並沒有任何防禦 因為打正在建造的建築物的時候 會特別痛 好 中間有一個漏洞 守存 抓了一隻村民 中國點下了一隻一射 要長轟兵了嗎 那對於打獵騎士來說的話 立陶宛人 中國人打獵騎士 最好的單位應該就是 中國聯儂 或是重裝洛索跟昌廳 那三個單位呢 都是很適合打獵騎士這個單位 還有森林 那立陶宛這邊 是一個走存龍路線 那待會打這些駱駝喔 直接鬼轉槍兵喔 或是打一個槍矛戰術喔 也是可以拿到LT優勢的 槍矛配列騎士 算是列騎士 呃 立陶宛的一個很常見打法 把這個文明優勢打出來 但這邊是轉成的馬舟 難道是要打大洛瑪嗎 那波蘭大洛瑪 波蘭的一息兵呢 是9點傷害喔 比一般的大洛瑪傷害多了2點 那立陶宛本身只有兩攻的關係喔 所以跟一般的大洛瑪 是差不多的傷害 是11點 9加2 11點傷害 但如果這邊打大洛瑪的話 可能對勝率會有效果 而且中國已經要升級重裝駱駝了 好 中國這邊開始蓋齊萬里長城 把中國特性完好完滿是不是 待會再點下一個銀罐 長城科技 這個長城就很有料了 好 追尋頭司機 開始拆除所有的城堡 但是中國這裡也是不甘事弱 趕快補下巨型頭司機 好 遷徙兵7加2 待會身上去就變成9加2了 好 這邊射倒一隻駱駝 過來圍下 這邊圍下 哎呀 還是被衝到正面啦 幫忙補天傷害 看來看來是不不了了 現在駱駝跟重裝騎士 眼裡只有巨型頭司機 每差一個巨頭都賺200斤喔 好 這邊數量打出來 他繼續開始有了 中國轉出來的東西是強奴 就是強奴奴兵 還沒有轉中國蓮奴 哇 這裡被三城堡射得有點尷尬 血量掉太快了 哇 右邊這個森駝也被遭受到攻擊 完了完了完了 列陶宛的大洛馬 波蘭一騎兵 開始反殺回去了 好 最後有這一個城堡 還是可以拿掉 好 現在生活越來越多了 強奴也補下了 中國這邊經濟 似乎有點跟不太上咯 好 這裡戰打完 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現在是誰先誰優 立陶宛這邊就是反抄了中國的經濟了 中國這邊的前期經濟優勢已經消失殆盡了 現在立陶宛這邊反而是比較有優勢 但是中國這裡有五勝物 有五勝物的話繼續戳下去 只要盡可能的把立陶宛這邊的黃金給消耗完 所以自己的優勢是非常巨大的 那刀特可能也深知這一點 先轉出來的東西是立陶宛的一騎兵 波蘭一騎兵不用黃金 而且傷害來說也是有11點的傷害 好 弱鎖的話是很堪用的 但數量一多打弱鎖還是有傷害 OK 這邊用大量弱鎖換下來 一些弱鎖還不錯喔 而且三層寶一直在後面幫忙射 弱鎖遇到劍子傷害還是有點疼的 好 這邊一騎兵繼續爆 倒特的無腦爆一騎兵阿 把立陶宛完成波蘭的形狀啦 哇 這裡強弩爆開 我覺得中國的連弩還是好一點的 傷害夠高 強弩的話就稍微可惜了一點 雖然射程比較遠 我覺得中國這一站強弩會有點爆炸阿 趕快全部轉出重方弱鎖就行 強弩暫時別按了吧 現在光是弱鎖的數量就不夠多了 沒有辦法保護好強弩 而且立陶宛這邊都是用肉碼去打的 因為黃金都沒消耗 反正是中國這邊的黃金被消耗得非常多 好 右邊城堡終於拿下 這個黃金拿了回來 倒特這邊再繼續補下更多農田 來到69片田 這種純暴露馬的打法 農田建議是至少要70片田 大概是80片 90片這樣子 倒特就90片就夠多了 但之前倒特有試過100片的 100片田喬治亞暴露馬 跟莫拉斯帕的打法 我們頻道中有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打一下100片田 在頻道中就可以搜尋到 那立陶宛這邊是打了一個 全新的想法 因為通常打波蘭伊奇兵都只會有 波蘭這個文明回去打 因為波蘭的大洛馬 也是波蘭伊奇兵 而且有三攻 還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打波蘭伊奇兵的戰術來說 波蘭是首選 Full防守 比賽的能力朝晚直接打出這個戰術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強大的效果 這個馬就 27個馬就 28個 到時候又讓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四季地魂 這個把對手當AI再打了 死暴落滿 好這邊開始要進攻了 那會選擇什麼樣的進攻方式呢 好先插一個視野 這裡城牆沒有圍好 萬里長城破了一個洞 這個洞有點大喔 好這邊有肉碼鑽鑽鑽鑽鑽應該是打得輕輕鬆鬆 但是數量上來說破藍衣起兵數量真的太多 好最後還是打不贏 但後面又來了一些 破藍衣起兵繼續爆 造成買了一千石頭 難道要打火炮塔嗎 哇真的打火炮塔了 研發火炮塔 OK 洞蘭火炮塔 肉碼 扛住全線 也是扛不住 肉碼是很能扛住的 道特的農村來到88片田 準備來到90片田了 好那後蘭火炮塔 還在祝福 後面又跟城堡幫忙輸出 這裡頭C順利拆掉了後方城堡 中國城堡只剩下最後一動 現在要轉出中國連弩可能也很困難了 只能先轉強弩了 OK 終究打不贏 黃金兵種 其實駱駛還是比較強啦 那現在師頭是有1880 很快補一些村民到前線 直接補到這跟城堡 去修理 還有蓋火炮塔 然後火炮塔的話 可以考慮往右邊這邊插路 好 這邊破爛奈奇兵上前 沒有收掉 哇嗚 這裡 可惜了 所以中國的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好 這邊只要拆除掉城堡 暫時就沒問題 火炮塔現在也不能拆囉 因為正面打不贏的關係 DOT這裡有可能會節節敗退 可能要再先加了一次 補一邊城堡 再補火炮塔 慢慢往前升推 好 二波蘭的奇兵再次疊起來 堂奴高打D 撤掉了非常多的肉碼 露駝中的航線能力非常優秀 三攻三防都已經升級好了 露駝中的稍微能扛過去 但是對方的肉碼死亡太大量 立陶宛這邊經濟很多 好 上方有些露駝也開始往後衝 好 刀者現在只有14個人在挖黃金 黃金這麼多卻不出黃金冰 這個就有點奇怪了 好 這裡 開始被拆除城堡 新的城堡都被建立了起來 從這邊重新防守 開始轉一些肉碼了 好 金開始不夠 好 刀者這裡還在繼續打 肉碼 好 刀者還有他的想法在 左邊這裡要偷偷打進去嗎 要把這邊偷插幾根火炮塔呢 好 立陶宛一個生物都沒有 中國五生物怎麼輸 看來真的是輸不了了 黃金遠遠不覺得往上跳 看刀者的儲備黃金才有很多 大約3600塊的黃金 好 後面補了一個火炮塔 好 突然一騎兵來到了43隻的數量 中國這裡也是轉火炮塔 而且擁有長城科技的關係 血量來到了3492滴血 一般火炮塔的血量是不會到這麼高的 好 凱虎下這邊正面 我們這邊突然上前往前扛 但是凱虎的落魄 完全夾不住 好 拋出來 這一波刀者完全打不贏 自己打的兵種完全沒有優勢 但是 只有落馬 沒有遠程單位 也沒有火炮 火炮終於收不了了 按了一台 奧特這邊反攻 能夠守得住嗎 中國的火炮塔 陸陸續續插得出來 奧特 奧特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我絕對沒機會了 我覺得奧特把自己給玩輸啦 鮮魚旁的黃金兵實在太強烈 奧特也沒有轉出擊兵跟戰毛兵 這兩個優勢兵種 只用落馬 落馬還沒有其他的額外增傷效果 也沒有移動速度加成 也沒有三級弓 選了一個立陶宛 比較沒那麼強的兵種 去打正面 奧特大叔的GG 我們恭喜中國 拿下比賽勝利 好 這邊看到中國之後 僅僅是贏了 稍微顯身一點點 但是5生物的黃金兵實在太香了 軍事方面來到了1.95 OK 這個就是只打 肉馬 不打黃金兵 黃金兵還是比較優秀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記憶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記憶